法律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们看遍了历史上的法律制度 你找不到和我们今天相似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在今天可能除了中国有这样的体制以外 你很难在其他的地方找到类似这样一个体制 那么这一段判词 我们会看到这一段判词里边说的很好 是说基本法是一个堆无二的一个document 那么最重要举了很多例子 但是大家注意我化成蓝色的 它最重要的有三个维度 一个是国际法的维度 一个是national的 就是domestic 我们国内法的 最重要的对峡岗而言 它是一个宪法的维度 那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体制 那么最重要的一句话 最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不是由一些common law的lawyer所起床的 他可能是里边可能是有法学教授 可能有政治管理人狭岗社会管理人 他不是专业的法律而起床 那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迹来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一种独特的制度来派 我们这样呢 我们是看着说 我想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看这第一个是跟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有关 我们知道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都是邓小平先生的创造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认为是说邓小平先生呢 第一个是历史主义的一个立场 他认为首先说一句话 我们看在假狭岗问题就两个宗众 第一个宗众历史 什么叫宗众历史 就是宗众英国组治狭岗所形成的制度和历史传统 包括康宏众历史 第二个叫现实主义 宗众历史 什么叫现实呢 就是顾及到达使许多狭岗人不愿意回到社会主义停滞下 第三个呢 社会主义 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只要狭岗能够回归并保持狭岗的法律文定 采取什么样的法律制度都可以 所以我认为 制裁中政治哲学和一个思维模式 决定了 基本法这么特殊的制度安排 那么第二个我也认为是说 跟中国的传统法律有关 如果我们大家要熟悉中国的古代法律传统 中国古代的法律不是法律科学主义的传统 不是塞本劳的传统社传 更多是一个经验主义的传统 那么这样呢 我们会看到是说 直属一出现基本法这么特殊的一座制度 和邓小平的制度政治哲学有关 那么我要问的问题是说 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度的思维模式 是一个大陆法的思维模式 还是一个普通法的思维模式 我们都认为基本法是一个大陆法的一部分 可是你想想 但我觉得邓小平的思维模式 我也不知道它属于大陆法还是普通法 但是我至少如果我们承认 邓小平和政治哲学是历史主义 现实主义和室友主义 那我相信应该接近于我们刚才所说的普通法传统 而普通法的思维模式 而不是大陆法的思维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 我们再看基本法的解释 这段话是邓小平主任讲的一段话 这是在要解释基本法的时候 在深圳和狭岗的这个法律界之间的 有个对话和交流的时候讲的一段话 他说其实狭岗基本法呢 基本法发生的很多风气呢 是因为两地的制度不一样 狭岗实行的是普通法 而且是英国的普通法 内地实行的是成文法 也就是我们叫大陆法 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文法 所以两地的法律思维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重要的是说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法治观 和新的法律的思维模式来看的 那么我们知道大量的狭岗学者 都不把基本法看作是一个 Sewala Tradition和Kamala Tradition的一个混合物 比如说待会儿要过来的梁敏峰先生 梁敏峰女士 她的一本教科书的著作 她的标题就叫基本法 就是Sewala和Kamala的一个混合物 都是大部分是这样的观点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举一个例子来看 两地在基本法的解释里边 会发生咋样的风起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两地在关于基本法解释 目前风起最大的 争议最大的 依然是举港学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风起 我们会看更远在哪里 我们这里边因为涉及到特别具体的法律专业 我想可能在座的大家应该熟悉这样一些争论和条文 就是对基本法第24条的理解 第24条第一款 就是我们说 抓风约这个案子里边涉及到的 是说一个 夏装风约这样的人 他出生的时候 父母还不是狭岗有救救救局面 那么他生下来 在狭岗出生 能不能够取得狭岗有救救救局 就是刷飞问题 好了 我们看 第一个我们看历史资料 在1993年 在90年基本法公布以后 中英两国就对基本法24条的理解 达成了协议 按照这个协议的内容 刷飞问题就不存在 换句话说 庄风约不能撤回香港有救救救局面 这是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 就是1996年 全国人大朝委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个筹委会里边 做出了关于基本法24条第二款的这个意见 在整个意见里边有许多内容 其中这里边 讲得很明确 对这一条的理解 换句话说 无论按照93年 人大朝委 中英两国的理解 还是人大朝委会的 这个小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委会的理解 这一届的理解 那么抓风约 抓风约 也不具有小港 又继续去进去 那么好了 我们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 第三个资料 到1999年的时候 当人大事法 这是另外一个事法 但事法在下面这项内容里边 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第二四条第二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 已经体现在下面这个意见里边 换句话说 1999年的人大事法 确认了1996年的这个解释 是符合基本法 那么换句话说 无论我们根据这三个历史资料 93年 96年 和99年人大事法 那么抓风约这样的案子 抓风约这样的情况 刷飞问题 无一例外 不具有小岗预取 那么好了 这是一种对基本法的理解 我们再来看 小岗终生法是如何理解的 那么小岗终生法的第一个认为 就是对人大事法里边 关于立法原意的质疑 换句话说 终生法的意见很简单 1993年初委会的那个意见 不能够作为人大常委会认定基本法24条的立法原意 作为认定他立法原意的一个外部参考资料 为什么 大家看很清楚 基本法是哪年通过的 1990年通过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找到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的文件 一定是在1990年以前的外界 因为93年以后初委会的意见 不能够拿起来 而且不是1993年 我说错 应该是96年 对不起啊 不是93年 我这打错了 因为93年的时候 有点厉害小 它不是一个1996年的这个国际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终生法院的判词 有狭大差的判词 我拿下来这最简单的一个话 话句话说 如果我们要来确定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的话 我们找哪些资料 那么要找的资料 说到你一句话的时候 与解释基本法相关的资料 一定是制定之前的资料 即制定基本法之前 或者同时期存在的资料 在90年以后 你再拿来任何东西说 这次证明当时立法原意 终生法院说 我不承认 正因为这样 由于有这个道理 终生法院会明确说 人大的释法 对香港没有约束 为什么 因为它不能够确定立法原意 那么这里边做的很明确的一个推理 那么这个全部的推理就在于是说 人大常委会事法里边 1990年筹委会的这个意见 能不能够看作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如果它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那么毫无理 因为就没有刷备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那么这样的话 我来提两个问题 我来和大家请教一下 如何来看待外在资料 比如说我不讲其他例子 我讲美国的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Federalist Papers 对吧 如果解释美国宪法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案件里边 都会把Federalist Papers 看作是美国的立法原意 因为那体现了美国 美国的法律 法子儿子导师 是如何领解美国宪法 但是我们看 1787年9月11日 费城会议结束 通过了美国的宪法 换句话说 美国宪法已经制定了 可是从1787年10月27日 到1788年的5月23日 当时的塞克财家立法的 这个汉尼尔顿 杰尔顿 等等 杰尔顿 在纽约州的报纸上 连篇里头的写过章 告诉大家 我们的七草的 美国宪法的含义是什么 那么我们 如果按照Garsey的观点 Federalist Papers 不能够作为认定 美国宪法立法原意的国家 为什么 他不是在9月17号以前发的 而是在 那么我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的话 我认为 所有的美国最高法院 可能在这问题上 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他把 美国宪法制定以后 出版的这个文件 看作是美国 理解美国宪法立法原意 这是第一 我第二个 我要问 即使假如说 薛果尔大常委搞错了 他本来不是立法原意 可是我把它倒成立法原意 那么我要问的是说 无论在美国 还是在英国 下去法院 可以不可以说 上级的权威机关 你对宪法的解释 和理解 错误的 所以我不执行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没有 换句话说 假如说 俄大常委会对 基本法立法原意的解释 99年的那个解释 错了 那么如果这是一个错误的 中生法院 是不是可以说 因为你错了 对不起 我不执行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这得去讨论的 我觉得我在美国 或者说 英国我不知道 至少我在美国 我从来没有接过 学美国宪法 或者英国 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我要举着一个例子的 是这句话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 在1953年 美国最高法院的 最重要的一个大法官 在这个案子里边 Jackson的一段话 这段话是说的很极端 但是讲了法院的正义 他说 最高法院 为什么 为什么它是一个 最多的派决 你必须这些最弱派 并不是以为它是正确 而恰恰 以为它是最多的 所以它才是正确 话句话说 只要最高法院做出的 不管对错 因为它是最多的 所以是正确 我想在座的律师 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说中生法院 不管判了以后 狭管中生法院 不管判了 你们不管喜欢 不习惯 哪怕它是错了 你也认为它是最多的 但是因为它是最多的 你就说 好了 他们派的都是正确 所以逻辑是这样一个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理解 来理解的话 我们再回过头来 按照这样一个逻辑 我们来理解 第二个问题 或者仁大施法 和抓复远 这个案子的关系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说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 作为国家最高主权机关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对基本法做出了 一个final的一个解释 最多解释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那么作为国家主权管辖下的 一个地方法院 香港的中审体的大法官 他以仁大施法 不符合他对 修求基本法立法院 以法法的理解 换句话说 他认为 他是错误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拒绝 仁大施法 如果他拒绝结束 仁大施法 这就意味着 仁大施法 并不是final 所以我 我这样的问题是说 像这样一种 对法律理解 是不是符合我们说的 一个法治的精神 的rug了 所以这是 我觉得要 我并没有答案 但是我提 我想提出来 和大家一起来 讨论这样一个 法律的 法律的问题 那么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说 那么如何来理解 香港中审法院 我想至少 这样塞个定位 是比较准确的 至少在 光红约这个案子里面 你们去都判死 第一 中审就严格遵守 是法律形式主义 来解释立法 话句话说 什么是立法原因 一 作为 基本法立法原因 采考的外部资料 一定是在90年之前的 不能是90年之后 对不对 对的 为什么 他采取了一种 立法法文的 和严格的解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审听在 解释的过程中 他是严格 按照文本主义的方式 来理解立法原因 话句话说 立法原因在哪 必须体现在法律文本 我们看这句判死 这句判死 是里面最紧 最能说明 含义的句话 他认为说 法律不会给予 任何外来资料 而便利这些字句的 清洗 含义 富于其说 不能包含的意思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要确定 一个法律的含义 就是要看 这个文博的字面含义 你不能拿 外在的外来资料 说它的含义不一样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 如果大家熟悉 美国 美国协法的话 如果我们大家知道 美国协法里边 有一个条款 叫commerce cost 就叫贸易条款 什么叫贸易 我们大家一想到 贸易包含什么 货物 货物买卖 那么我要告诉一个 大家是说 在美国协法解释里边 可以做到 这样一个解释 比如说 校园强制的问题 大家知道 1999年 95年 美国最高法院 做了一个 一个派 判决 判决是什么 校园强制 是违宪的 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州里边 有一个法律规定 说在一个学校的 附近五国里 或者是 某一个范围内 如果你吃恰的话 那么你就是 违法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法律规定 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以后 美国最高法院 会说 这个规定是不是 美国 协法里边说的 Commerce clause 什么意思呢 一句话来讲 美国联邦政府 能够管辖各州的权利 唯有一个 就是洲际贸易 如果你不是洲际贸易 联邦政府 不能管辖州里的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会说 一个州里边 我对本州 校园附近 持下的这个法律 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 法律规定以后 是不是联邦政府 可以不可以 干预定 这就是宪法的问题 那么最后 最高法院认为 这个东西和 校园持下 涉及到 Commerce clause 为什么 大家说 校园持下 怎么跟贸易 你如果看贸易条款的话 没有贸易的问题 这是校园持下 那他怎么解释呢 他的逻辑是这样 他说 因为 校园持下 你会影响到 这个地区的 I权 影响到这I权 就影响到 这个地区的 经济增长 影响到 这个地区增长 就影响到 中心贸易 所以 属于我们 Commerce clause 话句话说 这个思维模式 我相信这样的解释 我只有美国宪法里边 看得到 我相信 校园的法官 绝对不可以 做出这样的 至少他不符合 文化主义的东西 那么我 我讲了至少 我说第二个 我认为是成立的 他是采取一座文化主义 第三个 我自己看来看去 在中省 这个 在校园的一系列 关于居港区的案子 我觉得中省 一定是把自己 扮演的一个角色是吗 他是一个 法律真理的守护者 所以他在居港区外 居港区的案子里边 拐住的多的都是 公民权力的保护 但是在这些案子里边 看不到是说 这样的公民权进来 耍非语问题进来 非语这些进来 对香港的社会 经济生活有什么影响 香港能不能扯受 我们在这些判词里 看不到 基本看到说解释什么 为什么 我们可以大家去做个比较 我是详细都过几份判词的 如果你把吴嘉宁的案子 出生法院和 杀素法院和中省庭的判词 拿出来一笔 很清晰的一个 在出生庭和杀素庭 都会大量讨论说 如果这样的人 吴嘉宁这样的人 来到内地 来到辖港的话 那么内地会有多少人 进入辖港 辖港的教育医疗 为什么能不能够支付 这是在出生庭 杀素庭的判词里边 大量讨论的 但是到了中省庭 基本没有这样的问题讨论 话句话说 我们刚才说的是说 我们恰恰 我们感觉到是说 我们说如果说 大陆化思维和 普通化思维有一个 重要的区别 就在于说 大陆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更多是一个 文革主义的一个理解 那么 我们看 我们大家不断地 要回到这个图里边来 我们说 其实我们看 是说大陆化思维里边 解释法律 更多是字面含义和逻辑推理 而在普通化里边 可情差于用 社会学 经济学 历史学 社会科学 话句话说 话句话说 无论是耍而非问题 还是非用问题 要么你是看 基本法 或者说 下官的字面 很理解 第二个我们就要讨论 这样的进来 对下官社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要还是不要 是采取一个 社会主义的态度 还是说 社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管 我照法律来做 所以实际上 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 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会回到 我们刚才的问题来 看 在举稿权问题 至少在这个案子里边 我们可以去 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说 众生法律的 这种思考法式 究竟是一个 大陆化的思考法式 还是一个 普通化的思考法式 我们大家注意 普通法的法院 普通法的法官 不意味着是 普通法的思考法式 就像Postner 批评英国一样 它已经是 它是common law 但是它的思维法式 我还确是大陆化的 我还确是formalism 所以我们再比较一下 中审庭 如果我们把美国最高法院 对宪法的解释来看的话 我们看楼大司法 和这个香港法院的司法 其实因为这些人特别类似 比如说楼大司法 一旦强调 强调社会经济 强调要与世俱进 所以楼大司法 态度在美国的法理学里边 它就是liberate 叫我们说自由主义 但是呢 特区中省压强调 要恪守基本法 自灭意思 它的解释模式和思维模式 更像美国最高法院里边的保守主义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 用美国的模式 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 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立场 一种是保守主义的立场 那么我们一看 反而看中央对楼大司法院 以后出来的态度是什么 比如说 如果大家还记得 当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楼大司法院出来以后 相当于许多人主张认为 人大应该重新解释基本法 为什么 因为抓捕员案子错了 要求来重新 启度施法来纠正 这种思维模式呢 就是说 好了 不管你做什么 反正你不符合法律 好了 我再施法 告诉你 抓捕员案不可以 就像吴嘉丽案子一样 我要告诉你不可以这样 但是我发现 中央并没有这么做 我们会看法国卫的 一个谈话 他认为呢 他说 他虽然说 这个这样的一个判决 和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 不敬一致 我们对此表示关注 他仅仅关注 他说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了 那么最明确的说的就是 国卫院副组理 且汽车接受 分化为此大事访谈 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直接点的叫 抓捕员这个案子 他说 他说 判案是中审听其道宗 照人大所作的解释来办 但是实际情况 稍微有一点点出炉 现在人大常委会表明了态度 我相信辖港特区政府 会很好的处理这件事 这都是2000年时期的 但是问题的十年过去了 忽然发现 辖港特区政府 没法处理好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的是说 中央处理 抓捕员案的这种态度 这是一种大陆法的思维模式呢 还是一种普通法 的思维模式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可以 大家也要考虑 来讨论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那么如何来解决 解决达切的一个 举港圈难题 我们不外乎现在 有这样经过手段 第一是修改基本法 第二呢 来带来释法 第三个呢 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 第四个呢 希望中审法庭来确立 修的一个判例 我自己讲呢 其实用哪一条方法 其实不重要 哪一种方法也可以 问题的关键是说 我们采取一个大陆法的思考方式 用一种法律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来解决呢 还是采取一个普通法的 灵活室友的经验主义的方式来解决 换句话说 如果有这么四个选项 我们要问 不是基本法规定哪一个选项 而是说哪一座选项 成本最低 最介绍 最能解决我们答起的问题 就一个人才去哪 我觉得如果是这一座思维模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通法的 灵活世界的 经验主义思维模式 换句话说 这四座模式里面 只有一种是对的 为什么对的 就是因为它真正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因 基本法只能告诉你选这条路 不能选其他的路 这就是大陆法的思维模式 那么我觉得是哪一座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肯定你们觉得 哪一座成本最低 社会政党很低 我们又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既能终住香港终身法院的权威 又能保障人大事法的效力 我觉得这种法式可能是 让政府也能接受 障碍也能接受 内地也能接受 这显然是一个 普通法的灵活主义方式 所以这次我上面讲到 是说从大陆法和普通法的历史发展 和捉住不同的思维模式 看我们在基本法问题上 在举嘎权问题上 实际上我们从在这对基本法 捉住不同的理解模式 捉住不同的思维模式 一种我们看是一个灵活主义的 石油主义的普通法思维模式 一种是文革主义的教条主义的 一个大陆法思维模式 那么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 最主要的内容 那么最后呢 我想和在座的大家呢 做一点简单的一个 对主讲座的一个基本的揭露 这个揭露其实算不上揭露 我只是认为第一是我的思考 第二我也是和在座的大家 有种共同的期待 我觉得第一个呢 我认为中国今天的崛起呢 不是改革开发三十多年的事情 如果从七八年开始算起 是歧视的理解简单化 也不能是从新中国成立这六十多年 看起说新中国带来的 而是我们要看到 这次过去五百年来 在西方开辟的全球化过程中 中国的一个现代转型过程 而在这转型过程中呢 实际上有两岸四地的一个互动 和共同的努力 来推动了中华文明 从穿透到现在的关系 那么从清末法律改革开始 我们知道我们都共同承担了 共同的一个传托 就是清末的法律改革 中国开始学习德国和日本 和苏联的这个大陆法传统 而到了1980年之后呢 中国开始又全面的学习 美国的普通法律 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呢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内地迫切地需要 加强普通法教育 所以这一点呢 我认为内地的法律 尤其要向夏阿卡的法律 学习普通法传统 那么这也是我最近做的一件事情呢 我努力推动在北京大学的推动 已经做了两年了 就是和夏阿卡大律师公公会来合作 到百大开那门普通法的课程 然后呢我每年会派这个学生过来实习 然后设立奖学金 这是我们每年的推动 我认为在内地是需要迫切地来推动 这个学习夏阿卡的普通法 所以我刚才说 我跟大律师公会的朋友们合作很多 但是和我们的律师会的合作还不够多 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和我们 北京大学来合作推动这个普通法的教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认为是说中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国家 它有有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它有两岸四地的这样一个格局 有56个民族的差异 还有地区发展极度不平和 而且我们还面临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更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今天中国吸收了特别多样化的法律传统 我们看我们既有古代的中国法律传统 又有德国日本的大陆法传统 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法传统 更不用说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是英伟的普通法传统 国际说这些传统直接可能不是自洽的 可能是小互矛盾的 那么未来如何形成一套小互融洽的法律体系 我认为这是一代有效 有代于潮期完成的一个任务 不是能短期能看待的 我们看中国的经济在飞速的增长 但是法治不完善 道德信任也确实 我们今天说内地是道德虚无精深口序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 从完善法治 从建道德和信仰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所以香港的基本法和普通法 是中国法律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促进中国法治建设道德 秩序的建设的一个优异的重要的资源 但是问题在于说 香港是一种对抗的法师 试图讲香港的法律领域 强加于中央或者内地呢 还是通过想要后的种种信任和理性的对话 来影响内地提升内地的法治水平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第三呢我认为是说 从潮期的历史来看 香港的经济制度 法律和文化生活方式 仅仅是过去一百年 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融合的一个产物 香港的生活方式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必然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中华文明的复兴而改变 所以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代 内地一直在虚心地学习香港 学习西方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也认为说 香港既不可以骄傲自满 盲目自大 但也不应该英雄守经 固步自拨 而又当与时俱进去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那么内地的经济 政治制度和法律思维模式 是否有东西真的向香港来学习和借鉴呢 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最后 我要说的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是人类法律史上的一个奇迹 需要我们共同的来创造 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中华文明里边 最具活力的一部分 而一个成熟的文明 就在于它能够自信 但由此保持情绪和包容 我觉得内地的和香港的法律人 应当相互信任 相互激励 相互学习 故头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 我希望在大陆法的思维 和普通法的思维的基础上 形成一种新的法治观 和新的思维模式 如果这样的话 人类历史 比如说也许五百年以后 会不会讲说 人类历史有过大陆法的时代 和普通法的时代 可是还有一个时代 叫中国法的时代 这只是一个空想 但是我记得 我今天在飞机上的报纸上 看到张晓明主任 对狭岗的情人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特别受启发 他说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东西 叫视线 而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叫野光 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 内地和狭岗之间 在基本法局感觉解杀的风期 它不过是我们的视线 可是也许在未来 它可能如为一体 这就要看我们在座的野光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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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